今天3000賺了 第四天了 3000賺 終於可以來抽一下實裝了 那以前的 韓版剛出來的時候實裝是一定要用台幣買 那現在他這樣子做比較好 可以讓你直接用抽的 但是 抽就是來看一下 因為當時韓版沒有啦 所以 我想看一下這之間有什麼差別 當時只有抽裝備 那你要買的話就是一律要用刷卡才可以買 那我來看一下這一次 聽說這個有加能力喔 看一下會得到什麼 我再看一下 服裝 好 按下去 哇 藍色的 他說有保底 其他有紫色 兩個金色的 那其他後面還會有 所以 會有更漂亮的實裝 大家就不用太急 喔 漂亮喔 擊倒恢復 你看 哇 在這些屬性 太棒 那你看喔 整個拿到之後呢 可以加 37000的攻擊力 蠻不錯的 好 戰力瞬間提升 好 來看一下剛剛的一些裝備 裝備 服裝 啊 武器沒有拿到好的 防禦力 防禦力 這兩個什麼差 關卡獲得經驗值 這個要解除 就有這一件啦 就有這一件啦 然後其他的我看一下紫色 防禦力貫穿 都差不多啊 這個是加攻擊力的 攻擊力 關卡經驗 好 沒關係喔 其他就把它吃下去 我看有人那個課金 課很大的啊 他已經全部紅色了 那真是超屌 非常的誇張啊 你看一下人家那個力量殿堂 這個第一名的始終還是站在這裡 泰國人 你看他的服裝是全紅色 太厲害了 不知道花多少錢 難怪有這樣的戰力喔 好 再來 一找起來打個金幣副本好了 其實這個比較好打 這個先打 15之5喔 還有一段路 所以這個就是抽時裝啦 那時裝其實跟之前那些裝備 也是一樣要不朽這樣一路衝上來 那說不定 以後還會有學生妹的那個服裝 學生妹的那個服裝 這個很像暗黑破壞神啊 我在想說怎麼沒有被那個暴雪櫻霸 靠北 那家公司怎麼沒有來跟他說啊你 超時的暗黑破壞神 真的蠻像 還是說怪物大都長這樣 這個只能打一次喔 那我再打一次金幣副本 其實這都是每天要挑戰的東西啦 打個試煉之塔好了 反正剛剛戰力加3萬嘛 掃蕩 4500 黃字吼 黃字就是打得過 那你紅字你想挑戰也可以 只是通常是比較難 一來就中招 黃字也是打得這樣子吼 不痛不癢 看這個王 好加沒錯喔 我現在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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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來罩,剩殘血 殺一些小兵,爭取一下時間 大招大招來了 沒中 沒中耶 慘血,差一點 再來挑戰下一關 下一關應該是紅字 37萬 我看看 應該是打不過 要有打不過的準備 一招就剩半條血 沒事啊 他那個距離太遠 難啊,紅字的幾乎都打不贏 好啦,今天的時裝 抽的那個分享 就跟大家 錄製到這邊 等一下再來繼續拍一些別的 今天還有PA場還沒拍耶 時裝分享只是單純的抽一下 那我這個都要再累積很久 我第一天已經 把1000鑽拿去買 開包包格子了 你看100格 這可以再來充一下 先拍到這邊